办法很简单,下西洋要造船,要水手,要军队,需要很多的钱。 而这个钱由皇帝带头,让所有宗室都出分子钱, 勋贵则按绝位等级出钱。 一开始可能会有人不愿意,但现在无论是宗室还是勋贵, 看着皇帝的面子上都不可能不出这份钱。 甚至于为了讨好皇帝,哪怕认为这份钱是皇帝想要揣进自己的口袋, 他们也会攀比争抢着出钱。 而只要一次满载而归,只要他们分到一次比本钱多得多的利润时, 他们就会不需要任何人游水,自动全力以赴地加入到下西洋的事业中。 如此一来,就可以把固有的稳定的某个利益阶层转化为海洋贸易的坚定支持者。 而贸易这种事,是随着本钱的增加越滚越大的。 大明的丝绸、瓷器、香料、卖往极西之地,统统都是天价。 只需几年,大明就可以从海洋贸易中掠夺远超天赋无数倍的财富。 波云渐日,朱棣顿时恍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油然而生, 因饮酒而有些微微涨红的脸上,更是肆意地透出了笑意。 如何实现自己心中的盖世工业,这个问题朱棣早已经思考过无数遍了, 只是在这个时代,受困于所谓的时代局限性,他根本找不到答案罢了。 既然基于农耕文明的田赋,无法满足他成就盖世工业所需的耗费, 那就另辟蹊径,用海洋贸易,来助他成就千古一地。 而自己的力量不足,就捆绑上宗室,捆绑上勋贵。 如果所有宗室和勋贵都上了他的大船, 那就算是以耕都传家的士绅阶层在反对,又有什么用呢? 根本不用皇帝暗示,那些得到了海量利益的宗室, 勋贵,就会成为皇帝最坚定的支持者,去跟士绅文官对抗。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开海决策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士绅文官也踏上这条大船。 而士绅文官也自然而然地会从中分裂为开海派和近海派, 互相内斗都来不及,怎么会撤肘皇帝、宗室、勋贵的行动。 到时候,大明将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 有了钱,他朱棣想修多少输就修多少, 想怎么打北援就怎么打。 智龙唐宋,远迈汉唐。 这个刚刚还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朱棣忽然觉得,竟然离他如此之近。 朱棣猛然站起身,激动地连声赞叹。 将心火,绝是奇才也。 同时,隔壁的朱高旭也恍然大悟地说道,将先生,暗悟了。 说说看,所以,第一条调整宗室供养制度和第二条海外贸易, 根本就是您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也不是。 不带将心火回答,朱高旭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了下去。 调整宗室供养制度,是为了减轻未来大明朝廷的财政压力, 而其中诸如藩国贡献率,便是让各个藩国互相比较,竞争, 看谁在海外贸易中出的钱多,人多,做的贡献大。 而宗室成员的敬业方面,便是看这些宗室成员在参与海外贸易的时候, 或者是在黄庄等地方任职的时候,做事认不认真,对不对? 正是如此,将心火行为地点了点头。 另一侧的朱地则有些惊喜,一方面,是回过头看, 同样搞明白了评价方国时的贡献率和评价宗室成员时的敬业是怎么回事, 惊喜于将心火设计制度时,竟然是如此地环环相扣,一步不差。 另一方面,则是惊喜于,自己的这个傻儿子竟然开窍了。 要知道,小时候可是拿鞭子抽都不去读数学道理的, 只知道五枪弄棒,将心火竟然能把这石头一样的傻小子点拨开窍, 可真是太厉害了。 薛帆的事情,俺算是弄明白了。 敢问江先生,您三番几次提到的国运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听到朱高旭的提问,朱棣的心中也生起了浓浓的好奇心, 似乎这个国运论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这个回头再讲,我可以先给你提两个问题, 你去做一些思考,带着你思考的结果再来听课, 效果会好得多。 江先生请问,干过百万军中取敌方大将首级的朱高旭, 面对手无腹肌之力的江心火,此时却恭敬无比, 仿若一个等待四叔先生开盟的孩童。 为什么会有天下和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现象一遍遍在中华大地上重复? 历代王朝寿命普遍不超过三百年, 一代一代王朝更替,真的是武德相克天道循环吗? 为什么王朝开创之初总是君王一名, 历经两到三代帝王往往能达到国力顶峰的盛事, 而接下来便是数代君王昏溃无能, 最终权柄操于外,直到王国。 这两个问题,你好好想一想, 下次讲课时再告诉我你的答案。 随着放风结束的哨声响起,隔壁再无动静, 朱棣却凭退了密室里的两名文书小吏, 坐在椅子上,用纸节一下一下地扣记着扶手。 朱棣垂眸看着书案上密密麻麻地 写满了今天江星火讲课内容的纸张, 陷入了沉思。 今天,他受到了极大的思想冲击。 朱棣在陷入迷雾很久后,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方法, 同样也带来了新的困惑。 王朝更替,王朝受命,究竟是为什么? 或许该把今天的事情和江星火提出的问题, 带去大天界寺跟道演大师聊聊了。 两久之后,朱棣整理好了今天的收获, 方才抬头看着季刚。 刚才那两个人, 微臣明白, 季刚神色肃然。 这两名文书小吏, 听到了太多不该听的秘密, 注定无法活着走出诏狱了, 而他们的家人, 季刚会予以照顾, 让人命在上位者眼中一文不值。 更何况朱棣这种征战半生, 杀人无数的马上天子眼里。 但出乎季刚预料, 朱棣一边亲手把书案上的纸张拢在一起, 一边随口道, 明天让他们继续来。